好 恩利在这一季呢 已经有过三次的先发了 0胜两败的成绩 4.58的自责分率 总共吃了17.2局 被打距离是两成77 一发全雷打 11个三阵 5个保送 三次的四死球保送 他在今年球季的滚飞比呢 是1.28 曾经在过去的三场当中呢 有过一场面对未全 是用了96球 休了6天再度的上场 好 打了一个滚地球 收球之后 转身传向 一类 so close 但是来得及 抓到了速度很快的 DK是指定打击 好 稍微高起来 但是打成了飞球 这个飞球在右外野 余生旭的守备 完成了接杀 面对这些强 对恩利的比赛呢 也出现过一只安打 三只一 走了 有了 接球 有機會 成功地抓到了剛剛獲得保送上來的李凱威 那這是阿德的一次長傳主殺 威權在第一局的攻勢形成了變相的三上三下 維持他好的打擊手感 好 這個內外之間的飛球 內外之間被余生旭喊開了 打他會跟你說 這個對他來說困難度沒有那麼大 好 內野滾地的強襲球 正常的守備機會 解決掉了林志勝 一號球兩塊球 必須要對決啊 張永明會不會沒走 好 打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央一手是哲瑄 已經後退到定位 接殺出局 威權的攻勢結束 留下殘壘 雙方還是0比0 變化球 打成了一個比較軟弱的滾地 收球之後的王拔 解決掉了石翔宇 好 打成了滾地球 收球之後很快的拋二壘 製造了第二個出局 在外角 好 打成了飛球 這個飛球 余生旭有守備的機會 完成了接殺 威權在第三局的攻勢 還是留下了殘壘 依然是0比0 打在邊線附近的飛球 周佳樂有一點機會接殺出局 那個地方還是很窄 49公里 揮棒了 這個高位的訴求 三陣出局 這也是恩利最好的武器 有球術 打者稍微猶豫了 棒子就收不起來 用變速球來對決 三陣出局 這個三陣結束了 威權在第四局的攻勢 留下了 這是一個三上 三下 雙方還是0比0 這球 打成了一個懶洋洋的外野飛球 李森旭 接殺了張佑銘 訴求 三陣出局 這是一個讓他沒有遺憾的啦 因為也是好球啦 恩利今天訴求 球友之外 在腰帶高度之後進了一點 會讓打者揮棒落空 或者是打到球形成界外 滾地 收球 選擇傳向一壘 因為擊球跑壘員是極力極撈 所以忠賢呢 改變了想法 刺殺打者 衛權結束了第五局的攻勢 留下殘壘 依然是0比1落後 好 受到擠壓的滾地球 但是李凱威的速度蠻快的 拋高了 來得及 那個腳 來得及回來再墮一下 對 泛國城空中 腳步變化 換成左腳踩淚 對 原本是右腳踩在臉包上 左腳踩出去之後馬上退回來 右腳然後換成左腳 對 腳步的變換很順暢 揮棒 三陣出局 外腳就近了一點喔 一路在高的位置沒有掉下來 要走高的位置 好 打進場內的滾地球 收球之後 第三出局在一壘 衛權在第六局的攻勢 三上 三下 還是0比1 暫時落後 好 先發投手恩利呢 是退場了喔 今天的投球內容是吃了六局 只被打兩支一壘安打 四個三陣 也出現了四次的四塊球保送 那退場的時候呢 是沒有失分 取得領先退場 按選擇 六局 五局 五局 感谢观看